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汇喵哥 我们都知道 除了交通事故之后 尤其是除了人伤 其实是这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么假如我们在交通事故当中 出现人伤的话 作为这个抽煮方 我们到底要不要垫付呢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往事有很多很多争论 而且有人总结了一条 这个貌似看起来非常合理的 三不一没有原则 就是不垫付 不调节 不探视 没有钱 反正这么听起来 感觉你像耍老奈是不是 但实际上 这也是被现实情况所避出来的 那么在实际交通事故当中 它真的行得通吗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照办教条 而是应该灵活地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决定 第一是否垫付 第二垫付多少 首先你自己凭你的感觉 你也大概能够判断 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比如举个很简单的道理 别人在帮马献上正常的行手 结果你的车子没杀住 一冲过去把人家撞倒了 这个时候不用说 你是权责 这个时候你跟人家说 三不一没有原则 反正扣车找办公司 本身这个伤势不太重 结果放在医院一拖 或者这个重伤了 这个时候你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垫不垫付 首先第一点 取决于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车子在正常的行手 它故意往你身上转 碰瓷的 这个时候你不垫付 那是你的理 没有关系 从法律上 从道理上你都说得过去 但是问题是 假如你是有责 在需要你垫付的时候 就摆出这么一副态度的话 这个事情你还是想不通 你反过来想一下 假如你让你过马路 走的是八马线 别人开胎车把你给撞倒了 这个时候你往地上也躺 你动不了了 腿断了 然后这个司机下来说 三不一没有 车交紧扣走 人医院抬走 钱我没有 住院你自己掏 你怎么想 道理是一样的呀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原的 大家把控好的 第二个 假如涉及到垫付的话 垫付多少 一般情况下 就像这种普通的交通事故 只要不涉及到 马上就要人命的这种状态 基本上就是先来 你就要连到5000块钱押金 然后交完之后 他们会马上去处理 如果说要垫付的话 那么垫付多少合适呢 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大致可以判断一下自己的责任 其实可以大致估算一下 中间所造成的损失 你根据你的责任 根据大致造成的损失 你就可以估算一下 你大概能够垫付多少 比如说你估一下 可能是1万块钱 然后你有五成责任 这个时候 那你垫付5000块钱 5000块钱垫付 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不出去了 但是你一定要拿到 医院里面给你的收据和票据 拿到这些票据之后 最后这些钱 你是可以找办公司报销的 也就是说 你不用担心 你垫付的钱回不来 所以说合理的预估 这个垫付费用 在必要的时候 进行合理的垫付 这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毕竟 你只要是有责任的 别人受了伤 你还让别人 自己去筹钱去治病 你把人家给赚了 这个也就说不过去 不合适 第三种情况 就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 比如说自能死亡了 或者说有多人受伤 这个时候 其实就不再 是不是垫付的问题了 你也考虑到 这个东西会不会 转成刑事案件 如果这个东西 一旦转成刑事案件 这个时候 你要是这个态度 还这么强硬 那不好意思 真转成刑事案件了 人家要起诉你的话 最后你可能就会 会去吃国家饭的 所以说 我们在平时 这个交通生活当中 到底要被垫付 垫付多少 希望大家 不要一味的去照搬 这个三不一没有原则 而是自己能够做到 这个合理的预判 只不过说 这个所有这个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经济来往 所花的钱什么的 你一定要拿到凭据 拿到合理的凭据 在你的这个 合理责任范围之内 这些钱 你只要是买了这个保险的 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 都买了这个 比较高额的 第三的责任钱 基本上 保险公司都是会 把钱给你的 基本上不会怎么亏 所以说 大家如果在 平时开展中 假如真的 不幸发生交通事故 出现零伤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像网上说的那样 什么什么什么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不要做的这么冷血 而是可以根据 喵哥哥的建议 实际情况 在保证自己合法权益 和合法利益的前提下 实际的把这个事情 去做得更合乎 人情一点 毕竟受伤的是别人 而你呢 只是这个财产受损 是不是 而且你真要说 这个死搬 这个三不一没有 这个原则 这么死磕的话 可能在实际生活当中 会吃更大的亏 如果你觉得 喵哥讲的有道理 对你有帮助的话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